掰掰 想一攬花東縱骨美景 來趟鐵道之旅 仲夏寶島號9月24號準備起航 行程因為地震臨時喊咖 918強震導致台鐵花東線鐵軌 嚴重變形部分路段不通 交通部也預估 修善時間長達一個月也推出 累火車來接駁 就怕天災阻礙行程交通 旅行業者緊急啟動航空替代 鐵路方案已經下定出遊行程 的旅客很關心 我們可以從台北松山 或是台灣的其他機場 我們可以有飛機飛往台東 那舉例來說像華信航空 它也在這段時間 它有很激動的增加了班次 把危機化為轉機 但要注意交通部考量安全 暫時封閉七處觀光景點 預付自行車道以及 台東的三仙台八仙洞 周邊步道綠島招入溫泉 海濱步道還有太平山 陸野高台起飛場 目前有一些團體的部分 原本預計是台東的部分 我們目前收到的客人 是有往延後的狀況 目前收到的只有一團 有其他不好的消息傳出 可能會影響個兩到三層 目前的影響在一層裡面 這波強震來襲 團體旅遊稍稍降溫 恐怕也衝擊東部 飯店夜觀光 東部幹線影響著 東台灣的觀光命脈 台鐵在兼顧安全下只能盡快搶通 最新新聞劉沛婷為林彥採訪報導